当地时间,2018年11月24日,乌克兰基辅,当地举行活动,纪念1932到1933年,大饥荒85周年,总统波罗申科出席了纪念仪式。图片署名,东方IC,乌克兰大饥荒是1932年至1933年,发生在苏联乌克兰苏雷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大饥荒。图片署名,东方IC。 据估计,大约有315万至718万乌克兰人死于这一世界。图片署名,东方IC。当代学者大多认为乌克兰大饥荒是在斯大林农业集体化运动的背景下出现的灾难,造成饥荒的原因有自然因素,但更主要的是人为因素。 在图片署名,东方IC。在乌克兰,这次饥荒有时被认为是故意制造的,针对乌克兰民族的行动,因此当地也称为饥荒种族清洗。图片署名,东方IC。 历史学家认为苏联政府在这次大饥荒,终起了推波主兰的作用,致使大饥荒的后果更加惨重。图片署名,东方IC。 一些乌克兰人认为苏联对这次大饥荒的责任相当于纳粹德国屠杀犹太人。图片署名,东方IC。 并且认为苏联专门利用饥荒清洗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其行为法律上构成种族灭绝。图片署名,东方IC。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